這記憶是我小孩子的時候 就開始頑臉 就有啊 就有頑臉 那頑臉的時候是家家戶戶的婦女都會嗎 都會 都會 因為這個是好像是常態 常態 因為每一個人以前沒有什麼刀啊 剃刀啊 什麼東西都要是這樣子的戲碗 那在您的記憶當中 頑臉齁 它是什麼時候要開始頑臉 就是要 大概你大概成年吧 成年 成年大概十七八歲以後 這樣子 女孩子都是十七八歲 整臉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 因為 以前人比較早時候很早他們 有時候會很早婚 很早婚十七八歲 以前沒有眉啊 眉毛都是要用 眉毛什麼東西都要去修 這樣子去修 把它修了 在十七八歲人家就結婚了 以前的人都是嘛 十六七歲十七八歲就結婚了 很早婚啊 以前人比較早婚 沒有書 沒有念書嘛 都比較早婚 那頑臉的部分啊 就是說它是一個技藝 就是一個技能 早期的一個美容一樣 就是每個人都會學習 這樣的 什麼 手藝啦 講就說手藝 你有沒有講一下 你們那個時候的那個 晚臉的情形啊 就是家家呼呼他們 晚臉的情形 對啊 晚臉情形有時候我幫你玩 就是大家互相啊 互相 就是 有空下雨天啊 沒有出門的時候啊 我跟大家說 今天我們來整理點吧 就我幫你用 你幫我用 就是大家這樣 就是一起 以前都是比較 大家 要下雨的時候才比較有時間啊 白天的話 各個都有工作嘛 就是下雨天的時候 大家就會相 招一個大家 像招來 到家 我們今天大家來 來做臉啊 就說做臉啊 就是這樣子啊 眉毛 大家也是這樣子 你幫我弄我幫你弄 尤其是在婚嫁前 是一定要做晚臉的 一定要 但那個是 婚嫁前有十二里嘛 十二里中有一種是 碗麵 碗麵 有一種 幫你弄 那碗麵的話 是要給紅包用 給紅包 幫他碗 碗的人 幫他碗 碗的人 把多餘的啦 修飾一下啦 因為放粉的意思就是說 讓它比較普通 然後比較澀一點 比較澀一點 可以撒起來 不會油油的啦 他跟毛比較好拔 你可以感覺得到線 在你皮膚上面這樣 有一點 像橡皮筋那樣的感覺 有什麼不一樣 比較細 比較那個 對 皮毛齁 你這樣 側一邊 然後 就是顏色的 這是鵬過臉的 對 有比較美 对